材料清单,蛋白60克左右的鸡蛋,4个,糖10克加蛋黄,30克加蛋白,40克,玉米油40克,低精粉40克,蛋黄4个,水牛奶也可以40克,蛋白打至出泡,分次加细砂糖打至失性偏明的状态,放入冰箱冷藏待用,打发的时候,蛋白里可以加鸡丁香草精,PS,有的群油打到大弯钩,结果也很完美。 蛋黄加糖用打蛋器打得蛋黄发白,糖融化,加入油继续搅拌均匀,加入水搅拌均匀,删入滴粉,用光刀掠拌后,热电动打蛋器打匀,时间大概几十秒,从冰箱取出蛋白,用手肘打几下,变质顺滑的状态,取三分之一蛋白加入蛋黄胡切拌均匀,倒入全部蛋白切拌均匀,倒入模具,震几下, 入浴热180度烤箱中层烤18分钟,时间和温度根据自己烤箱调节,那个烤箱脾气不一样,我以前的烤箱只要烤13分钟即可,这个就不行,上晒后注意观察,颜色合适了就可以取出来了,PS, 金盘的话,底部垫油纸或油布,不垫也可以,摘个烤箱必须垫油纸或油布,到高处以后从30厘米高处,将烤箱摔在桌面震出底部热气,然后马上就可以倒扣在烤网上了,过两分钟的扣也可以,烤网垫油纸,撕掉油布,再倒扣回来,取盖一张油纸晾凉凉,怎么凉凉取决于,你要正卷还是法券,我是正卷, 所以正面在上量凉,200克淡奶油加20克糖,打发到奶油不流动,足够硬的状态,我用的蓝风车,奶油可增加到250克,会卷得更漂亮哟,将奶油抹在蛋糕片上,七十端和两侧涂满,七十端涂厚一点,只为端偏薄,尾部在厘米处补处,借助干面上卷起,淡奶油购买越阶,分享总统,淡奶油一生,入冰箱冷藏, 拿半个小时定型,我冷冻了十分钟就拿出来了,拿掉油纸,贴去两头,就可以享用了哦,再发一张反卷的,毛巾面也是美美的,小贴是关于蛋黄糊的做法, 我后来试过后蛋法,就是先液体加十克糖半均匀,再加低筋盆半匀,再加蛋黄糊半匀,蛋黄糊会非常细腻,接下来再打发蛋白,温两次和蛋黄糊半均匀,这样蛋白就不用冷藏了,总之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就好, 蛋白手打发一定不能太运,但是要足够细腻稳定,先快速,最后起码有两分钟是慢速打发的,转圈打,可以每个角落都打到,这样基本没有气泡,蛋白手软软的但是泡沫又很稳定,半货蛋糕糊动作要干脆立我,尽量快速办好第二半或第三半, 避免默默唧唧,这样也可以避免消耗,出炉马上就可以倒扣在烤网上了,烤网点油纸,撕掉油补,再倒扣回来,取盖一张油纸晾凉凉,怎么晾凉,取决于,你要正卷还是法券,PS,天气较冷,散热比较快的话,在蛋糕卷温温的时候,可以先空券定型,等奶油打好,再打开抹奶油,这样也不易烈, 卷入的奶油打得硬一点,卷起来比较好卷,切蛋糕卷,一定要定型好好再切,倒用镜水烫一下擦干再切,每切一刀都要重复刚才的步骤,不要怕麻烦